哈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这里是城市生活报的城市好生活 我是晨曦 我是夏香 其实我发现 我们的节目里面 有很多我们之前的一个粉丝 然后最近都有人 真的把我们两个人的片看完 我听了其实非常的感动 很开心 对对对就是蛮感动 就是说他们很愿意听我们在讲 跟健康美丽有关系的 其实这都对于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呢 晨曦才会愿意来开这个节目 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 也希望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 就是都有能够健康的人生 能够更健康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再来就要拜托各位 先帮我们点个按赞 然后分享 这是我们 打开小铃铛 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非常希望大家的一个支持 那订阅不要按错了 帮我 帮我取消订阅 这样子 你们按按按钮 那个订阅取消 那你就会找不到我们 对 好 那今天我们的题目 心痛 心痛 心动天气呼了呼了 对对 心痛不是那个心乱 不是 真的不是心乱这件事 好 心痛呢 为什么会讲到心这个名词 好不好 因为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今年 从 2023到现在2024的 这个跨年 这一段的 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气温真的变化的非常的大 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 是 前一天呢 热到穿短袖 对 但是呢一到晚上呢 忽然冷到要穿年老 对对对 忽冷忽热 甚至可能前两天还在穿短袖 然后热的这样还要吹冷气 然后过两天竟然玉山在下雪 对对对对 这种 你觉得这种 极端气候的变化影响很大 有多少人捅不住 你捅不住吗 我们这种还可以 但是老实说 真的有很多人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尤其是老人家 真的那心中不甘肚 我听你在说老人家 现在很多年轻的也都捅不住 你有沒有发现啊 大家在路上啊 我觉得有点 应该是从 湖口桃园新竹以北的人 其实应该很有感 因为呢 你有沒有发现有很多人 其实一下子 你有发现在路上好了 就有短袖长袖大衣 好像不是大衣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完全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天 这样子 所以呢 在这种很奇怪的气候的变迁之下 我们更要注意我们的心血管 所以呢今天香香老师呢 要带来跟大家讲一下 心血管的照顾与注意事项 来香香老师 因为我们为什么刚刚提到说 老人家对这一块啊 可能的这个反应会特别的明显 是因为啊 其实因为我们在天气呼冷呼热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血管 它的这个收缩扩张的这个弹性 就是说它的灵敏度 如果没有跟上 对如果没有跟上的时候 事实上就很容易造成 例如说突发性的心肌梗塞啊 或者是脑中风啊 对那其实因为为什么 刚刚其实姐姐你讲的也没有错 现在其实年轻人啊 有这种问题的也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人其实 经常熬夜啊 然后或者是本来的三高血脂的 这个年轻化 造成大家在血管硬化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越来越普遍 而且年龄层越来越低 没错 然后再加上大家例如说熬夜啊 然后呢就是睡眠状况 做习不稳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说 滑手机追剧 然后一追 忘记时间 天都要亮了 可是我要上班 肌肉要提了就已经直接上班 所以变成你不是故意熬夜 你也不是故意失眠 你是有益的 所以呢有益的把身体弄坏了 对那就很容易 其实从心血管就开始了 那当然有的人啊 他其实是不得已啦 因为工作压力也是造成心血管疾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工作压力大 然后呢你基本上每天熬夜是必备 那熬夜的时候呢 你可能呢就比较容易觉得需要补充体力啊 然后就有更多的饮食 然后包括可能例如说高油脂油炸的啊 或者是甜食啊 淀粉类的东西吃太多啊 然后呢他让你的这个血脂啊 浓度越来越状况越来越差 然后再加上熬夜的过程当中 人体真的是很容易慢性发炎 那个时候你的肝脏 你的皮脏 你的肾脏 你的各个器官 疲劳的一个不行 没错 而且甚至都给你求救了 你还觉得你就用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土啊 就是刚刚香老师讲的 我也想要问你 心痛 心痛我从哪里痛 其实我们在看连续剧的时候 大家都会心脏病 其实有很多痛点 对 因为其实我们心脏 大家都知道心脏是在我们人体的这个偏左边 当然有特例啦 有人听说在右边 有的比较偏中一点偏右一点 但是其实我们在心脏病的这种征兆里面 不是只有胸悶胸痛才跟心脏病有关 有没有听到呢 注意一下哦 我们的心脏这个 在心脏病在疼痛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种辐射 对 所以如果你会开始突然发现 例如说你的左肩啊 甚至左手臂啊 甚至到后背 有的人更严重的是可能在这个 这个 左差不多胸下 差不多上腹的地方 开始觉得疼痛的时候 莫名的疼痛的时候 其实都要去思考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更夸张的是 其实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例子哦 就是啊 有一个阿姨 她之前呢 就是一直去那个看牙 然后后来呢 她其实呢 她就是因为牙周病的问题 她以为是牙痛而已 对 她以为是牙痛的问题 但是呢 后来查了半天啊 包括什么柱牙 根管什么都查 结果后来发现 其实她是心脏病的问题 因为她心脏 心脏病痛到牙齿哦 对 她其实她的 她的这个牙龄的这个疼痛 因为她在牙齿的过程当中 就是看牙的疼痛 都弄了差不多多年了 都弄了 但是她还是很不舒服 对 后来才发现说 其实她有可能是 果然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那她怎么知道的 因为 其实啊 口腔跟心脏 它其实会两个会互相影响 因为尤其现在人 其实有很多有牙周病 那牙周病的细菌 其实很容易随着口腔的这个部分 侵入到我们的心脏 所以有血管有什么 可能有流向血管 所以有细菌跑过来 它会增加心肌炎的这个风险 但是当我们在心脏的这个疼痛的部分的时候 因为 因为往上辐射 我刚刚讲的这个左边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离我们的这个 腌的这个腌后的这个地方 其实也很近啊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有莫名的这种区块 但是找不出问题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 可能要去检查一下心脏方面的部分 没错 没错 像我觉得心血管疾病啊 其实存在很多人的身上 尤其有家族遗传的人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有一阵子 其实我有一纸心悸 就是你在睡觉当中 你莫名听到好像 你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然后突然就吓醒说 你竟然会想到说 我们的心脏的声音 会把我在睡梦中 吵醒吓醒 对 然后因为我们家都有心血管的问题 所以呢 其实我也很害怕会不会吓起来 事情都没交代就吓起来 所以是有点麻烦 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很多家庭 有人都有遇过 就是突然就走掉了 后来呢我就去真的去心脏科 做了很多的心脏的检查 包括我们最知道的什么超音波 然后什么心电图 还有什么跑步动力啊什么 我全排了 对 结果呢是发现我的心动脉里面 有一个比较肥大 有一点比较肥大 那还好不至于要吃药 就是要控制一下 类似饮食啊 运动啊什么 就这些 但是你至少知道说 你有这个症状 你就是要注意了 对其实姐姐 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大概就是 例如说去做体检的时候 他做血管都普勒 他会去告诉你说 你可能颈动脉啊 然后堵塞多少啊 然后那个 煮掉的大血管堵塞多少 但是其实像你刚刚讲的 有的他有那种 胸闷啊或者是心脏方面的不舒服啊 但是他去检查 这些都没有问题 对这个呢 有一个名词叫做X星种 就是呢他是心脏的小血管循环不良 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容易造成大家一个误会 就是说哦我的心脏大条血管检查都没有问题 就表示我心脏是OK的 没问题 没有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心脏他是有很多的血管所包覆的 那大血管以外 其实他很多的小血管 那以前人家都觉得说 我是大血管堵塞 所以我会造成新的 其实不是 现在发现呢 其实很多人他其实是因为在我们身体可能慢性发炎的时候 那可能有一些小的那种软的血管斑块 斑块 对 血管斑块还不是血块哦 其实他就是血块的一种 斑块 黏附在血管壁上面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导播给我们看一下 血管斑块的那个图 就是因为他例如说 血比较粘稠啊 然后造成那个凝结 然后但是有一些小血块 那刚开始他可能 对他可能例如说 贴附在我们有受伤的这些血管 但是有可能 他这个软斑块还是软软的时候掉下来 是 掉下来的时候呢 太硬的吗 我跟你说 通常太硬的 不是大血管太硬 你想哦 小斑块大血管通常他不会太硬 但是问题是出在 如果你原来的心脏的小血管循环不好的时候 他堵塞 塞在小血管 刚好流到那边堵了 所以很多人的突发性心梗 其实是小血管方面的问题 是 那所以我们一般我们去 例如说像心脏病 大家会去看那些血管的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 有听过的治疗可能是像做支架 支架 这是最普遍的 对 从手腕这边的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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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手腕这边的动脉来做支架 可是我刚刚跟夏威老师有聊到 他说 其实你不要有做支架就好了 不是呢 对其实支架是一个紧急处理的一个状况 对 就是如果他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堵塞处的时候 马上就用支架 我们是需要用支架去把它打开疏通 但是呢 有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放支架 对 而且其实啊 像我们发现 其实因为做支架 支架毕竟它是外来的东西 那东西放进去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很多的药物 对 我们需要长期的去使用所谓的抗凝血剂 避免在那个地方它又产生血块 而且其实支架它也不是一劳永逸 因为例如说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边的血管它硬的 那你有一个金属的东西硬是把它撑开的时候 它会闭开 有哦 如果变脆弱可能就闭开 就爆了 它会闭开 那这个时候是会肾血 有肾血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血小板继续凝结 所以这一块有没有可能在调 可能是吃抗凝血剂 对 所以做导管的人 他就要很长一段时间吃 抗凝血剂 抗凝血剂 但是老实说有的人 我遇过蛮多人 就是对药物其实是有不良反应 没错没错 因为抗凝血剂 其实在吃药非常多的注意 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有 我们的长辈都有吃过这个药 这是非常的麻烦 你只要去烤到 你没注意 那个血就像一粒 对对对对对 而且你最不能撞到头 撞到头有可能脑就出现 而且其实像我们 阿斯匹林就是一个很很常听到的抗凝血药 没错 但是其实大家知道吗 在65岁以上的老人 如果你太长期的去使用这样子的药物的时候 会增加内出血的问题 对啊对啊没错 因为你的内脏的那个血管条件变差的时候 有时候入初血你又不知道 不知道对对 所以也会非常的麻烦 对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保养 其实非常的重要对对不对 你相信老师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吗 其实当然我们日常呢 我们透过我们的一个运动 然后之前的就是一些 例如说比较温和的这种有氧运动 他可以去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弹性的时候 他可以去帮助我们做一些血管的这种被动式的收缩 因为我们的肌肉血管是在组织里面嘛 那我们的肌肉如果比较强壮的时候 他的他也可以带动我们的血管收缩 然后就人家说为什么人家说 多做运动可以有助于降血压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食物饮食的部分 尽量清单一点减少太多那种油炸不好的油脂 不是说你永远不能吃啦就是偶尔 客制啦 客制 对偶尔吃然后可能你要配一点 不要不要你又油炸 然后又米卤 然后又可乐 还有珍珠奶茶 这个你可能你在吃油炸的时候 你可能配一点无糖的红绿茶 类似你把它稍微平衡一下 平衡一下应该会好一点 对 然后还建议大家就是说 尤其是天气忽冷忽热的时候啊 要呼吁大家如果早上有沉运的习惯 沉运就是早上习惯起来运动的人 不要太早出门 对 因为 因为我们早上其实凌晨四五点是整天 今天天气温度会最低的时候 人体也是低温 对人体也是低温 然后这个时候你是刚从你的被窝爬出来的时候 你就马上去运动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血管如果它的反应不及的时候啊 它就会一下子收缩 然后呢这个血量供应不足的时候呢 就容易出现意外 对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在上班 然后一大早起来洗澡 洗澡之后要去上班 就倒下去永远不会回来 所以啊 老人家在家里 真的很恐怖喔 我讲的 我不是在公共喔 我保安是舒适喔 对因为老人家就容易发生问题 没有 那不是老人家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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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大家都要注意 所以 所以是真的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对 不要以为你年轻力壮你什么事都没有 其实你一倒下去也没有人知道 对 然后其实像我们现在啊 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支架嘛 那支架它其实不是一劳永逸 因为我们会发现 我们刚刚讲的例如说它离开后 有可能你就要再装第二支 那个是跟我们的土有关系吗 你说什么土石流 对 那个土石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软斑块 但是我觉得因为今天的时间比较有限 因为像土石流来的时候啊 大路都不容易被堵塞 但是小 蜿蜒的小径容易被堵住 对 对 那这个时候呢 事实上就算我们临床上要去做支架这件事情都不太容易 对 不过下一次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要接近两段 对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下次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其实有一些物理性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在平常做保养的时候呢 去帮助我们的血管 可以心脏啊可以去增加一些比较多的小路 简单的说就是高速公路不通的时候 我帮你多开几条 那就怕线道啦 对 省到帮你多开几条 省线道这样 对 不走啦 不要多塞在那边 就是说那个雪睡走不了就做白衣嘛 对 对 对 但现在其实有这样子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让跟大家卖个关子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呢 你整天再说不要关子 你叫观众妹 就是说 那今天时间真的不够 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 所以我们下一次呢 呃就是会把这个心血管的下集 也比较新的照顾 对对对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还有呢就是希望观众朋友 你们任何问题可以留言 那除了我跟香香老师的一个回答之外 我们都会去询问相关科系的医生 然后再给你们更好的解答 因为我们周边呢 其实有非常多很厉害的医师 有一些问题呢 我们会跟他请教 再来跟你们做解答 或者说你们有日常生活大小事啊 跟健康美丽有关系 想要询问我们两个 我们都非常的乐意 为观众朋友解答这样子 那今天非常谢谢香香老师 谢谢陈欣姐姐 谢谢观众朋友 对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帮我们订阅分享按赞 那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